我想說誰管他 我再也不要看到那醫生了 醫生還罵我 那醫生就覺得我這個人 這個人討厭的人 每天都罵我 我現在不再見你了 結果我就不戴了 不戴之後 過了幾天 開始過了一個月 開始牙齒又開始爆出來了 我看了鏡子 怎麼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再把那東西戴上去 發現超緊的 不能戴 跑掉了 跑掉了 牙齒都跑了 行都跑掉了 一個禮拜 一個 其實一兩天就會了 對 一兩天 然後我想說一個月 好啦 不戴了 不讓我戴了 算了 我老娘也不想戴 我就放著 放著之後過個三 四年 又像鬼一樣都跑出來了 對 所以第二次 那時候我已經高中了 愛漂亮 對 愛漂亮 我跟我爸說 但是好險我下牌 那個醫生有幫我黏死的固定器 我是上牌是活的 下牌是死的 所以我就跟我爸說 牙齒抱出來了 然後他又再寄了一次 這次12萬 12萬 上牌12萬 好 我知道了 那次高中 我就只維持 我只是矯正上牌而已 上牌 然後那時候 矯正完之後 我就跟醫生說 黏死 跟下牌一樣黏死 因為我是一個 我知道我自己 不會去帶維持器的人 所以我黏死之後 到現在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所以你的維持器 一直是你的牙齒裡面 上下牌 一個鋼的 還有一個鋼的 不小心 但是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天生逆直的人 我一個蛀牙都沒有 因為我爸爸從小到晚 幫我跟我妹妹 顧我們的牙齒 所以我才會一天到晚 我都很痛苦 在牙醫院 我小時候在牙醫院度過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 因為我很小做腳症的關係 我覺得牙齒 就是 一小小整 看得出來沒有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大小眼 你是不是很重重 沒有 沒有大小眼 我都只有康妹眼 然後就 康妹眼 對啊 然後主要是 但是我就那個其實過了 經過那麼久 我已經整個牙齒矯正完 高中到現在已經過十幾年了 醫生有不斷的看那個洗牙 我每半年都過去洗牙 檢查牙齒一次 這個大家也要去做好這些事情 醫生有跟我說 你這個維持器都給拆掉了 我說我不相信 我死不了 他說 你這個維持器已經十年了 應該是可以拆掉 但是我打死不拆 我覺得拆掉 我簡易會爆出來 所以我不拆 我就一輩子好像固定在裡面 但也因為拔牙那個硬也太重了 所以我下牌兩個字齒 痕在倒在裡面 我死也不拔 對 所以 可以這樣嗎 你說致齒嗎 其實我還是會建議拔掉 可是我已經在上面 已經維持器把它圍在那裡 我想說這一個鋼牙 已經很厲害了 可是它往前推還不是又歪掉 不會 我下面有維持器 拜託你不要辜負你爸的苦情 我已經把它放在這裡面 放了十幾年了 我現在已經三十歲 看起來像二十幾年 我現在已經三十歲 代表說我致齒已經在裡面 十年了牙齒都還是一樣 都還是一樣 因為我就死吧 我現在進牙齒都很害怕 他就說太有陰影了 對啊 我小學二年級被抓去 哪個能可以接受